家三代養殖泰國蝦 一開始怎麼開始 我們剛開始就是從阿公那一代 我們就開始做泰國蝦的養殖 後來就是傳承到我爸那一代 我就是第三代 因為我們從小就是在這個環境中長大 所以我們從小我就有點耳濡目染的關係 所以就選擇讀大學的時候 也是選擇相關科系讀海洋大學 後來後來去台大讀研究所這樣 後來就回來做家業 養殖泰國蝦有什麼技巧嗎 泰國蝦它屬於是比較熱帶的生物 可是它如果像夏天啊 這樣有時候熱有時候暖有時候 就是有時候我們那邊屏東的話 我們大部分下午都會下 下點那個西北雷震雨 所以我們早上很熱啊 中午又下雨 早上很熱中午又下雨 這樣其實蝦子它溫差太大 其實蝦子也會比較容易有 那個生病的現象 或是太熱就是 6月那時候超熱的時候 每天都是38 39 40 那時候蝦子也很容易生病 然後身體變差之後就容易死這樣子嗎 對啊 好那你阿公那時候的養殖方式 跟到你現在這一代有什麼差別 那時候剛開始養嘛 大家也不知道什麼技巧 因為他們剛開始 阿公那代他們是在推廣而已 推廣的話是大家就是摸索的 開始講說摸索怎麼養啊 怎麼養比較快啊 或是怎麼養比較不會 不容易生病啊 啊我們這一代的話 我們就開始奠定我們的SOP 我們這一代的話我們就開始 我們 我從我爸那代開始啊 我爸就是 他就是堅持就是要無毒養殖 無毒養殖意思就是我們 飼料中不添加抗生素 還有我們沒有榮藥殘留 我們的草是用人工機器下去打的 還有一個就是沒有重金屬殘留這樣 我們需要讓消費者吃到健康的蝦子這樣 其實我們還沒有開餐廳 因為我們開餐廳這件事是 就是三年多之前而已 我們還沒有開餐廳之前 我們蝦子就已經做了 五六年的那個產銷履歷認證 而且是每年都做 所以無毒養殖他成本非常高是不是 也不是非常高 其實無毒養殖就是 每個人養殖手法不一樣 就是無毒養殖只是這種手法耶 其實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回來 就是我們離港 泰國蝦的養殖的話 大部分都集中在離港高速 還有岩埔這一代 還有九爐這一代 所以很多年輕人也會回來啦 所以他們也是 其實手法對了就是對了 不是不一定要用什麼 抗生什麼養殖才會養得起來 就是一種手法的問題 那屏東養殖泰國蝦有地理的方便嗎 就是它是台灣最南端 有 因為泰國蝦它屬於就是 比較熱帶跟亞熱帶的生物 我們屏東剛好是全台灣最南端 全台灣的縣市 而且我們屏東就是我們靠這邊 這代的淡水就是比較充裕 因為泰國蝦是淡水養殖 它雖然也可以海水 但是它在泰國蝦原本是淡水的種 好那你這代你念的是海洋大學 那你的方法跟你爸爸又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們剛開始回來的時候 我以後會切瘦 因為我們是讀 我是屬學理的嘛 我們會覺得應該要建一個SOP 這樣是美池啊 每天要餵多少量啊 因為我爸那時候 他會製造他在池大概餵多少 但是他不會做紀錄 以前他就是靠經驗嘛 對對對他不會做紀錄 像是他那時剛好今天餵個5 這樣啊 他隔天就會隔一天他餵個6 可是他有時候會忘記他 到底前一天餵了多少 到你這邊就更注重紀錄 我們就要注重紀錄 啊這樣去推 推測就是 哪樣的手法會是最佳的養殖手法 而且應該要用電腦紀錄對不對 對我們會去翻之前的紀錄看 喔這期養的最好 為什麼養的最好 是哪個料 是什麼頭胃的方式這樣 換水的方式也會紀錄 那養蝦子有天災嗎 天災太冷了之後 那時候霸王寒流的時候有 就全部死掉 欸不自己全部死 但是那種中蝦以下的 就是比較 比較幼小的會比較容易死 但是普通的寒流都還可以 因為屏東算比較難 養熱在地區區 所以是泰的 那泰勒咧 泰勒的話 泰勒的話它比較 因為我們泰國蝦屬於秘籍式養殖 我們不像國外是野生的 他們就是水一長 不會密度很高 可是台灣泰國蝦屬於秘籍式養殖 所以如果容易聚集起來就容易生病 那泰國蝦有天敵會吃它嗎 就是在你們養殖場裡面 喔會啊 最主要天敵就是人類 人類只吃它 應該有些動物半夜也會去偷吃吧 有像我們也會有百入獅啊 夜入夜櫻都會有 有時候夜櫻很好笑 它站在那邊你一直 手電筒照單它還不會走 太習慣你了 它就是晚上一定會跑出來吃 其實白入獅也是 但是白入獅也是有一個警訊 就是如果你白入獅一兩隻還好 就是一兩隻因為它有時候肚子而已 還是要出來吃東西 可是如果整池都是白入獅的時候 就代表那一隻 蝦子可能有點問題 所以這也是這種警訊 其實白入獅有時候比人類還要厲害 整池如果都是白入獅太多 就代表這批蝦子有問題 對就是那一隻可能有一點問題 白入獅它也會選擇 體身體比較弱的去攻擊 因為它這樣比較好抓啊 喔 因為它那個如果活力太好 它也抓不太到 所以它如果那一隻的 泰國蝦有問題的話 白入獅就會特別多 如果平常一兩隻的話 通常都是正常 因為我們這邊 它也需要找東西吃啊 那泰國蝦它的生長周期是怎麼樣 泰國蝦的話 夏天因為 泰國蝦它是熱帶的生物嘛 所以它夏天的話 也會長得比較快 大概是大概要四個月 至五個月就可以收成 可是如果冬天的話 大概要五到七個月 越冷的話越慢 所以天氣熱長得快就對了 對但是問題也會比較多 冬天的話就長得慢 但是問題也會比較少 但是長得快 它的肉質會不會比較不好吃 其實還好 都差不多嗎 其實還好啦 不是因為冬天長得慢 所以它的肉就比較緊實這樣子 其實還好 因為是冬天溫度太低 所以它有時候不吃東西 它有可能夏天吃一天的料 它可能冬天要當兩天吃 那泰國蝦是一年四季 差不多的這個價錢嗎 泰國蝦的盤比較穩 可是它今年的價格特別高 因為第一個原因 就是它飼料錢一直漲 喔 同貨膨脹 對 因為它國外 它玉米跟那些魚粉的料一直漲 所以它的飼料錢已經漲了第二次 今年就八月又漲了一次 年初漲一次 八月又漲一次 所以理論上它是蠻平穩的就對 理論上它算平穩 第二個原因就是今年苗很缺 今年苗很難付 蝦苗一定要去找嗎 不能夠自己養 我們都是自己 我們也有自己養 但是我們市場上的苗很缺 尤其是開村那時候很缺 養蝦苗是不是技術更高 對 蝦苗的話比較需要細心 技術層面也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蝦苗畢竟它一隻也蠻 價格也比較高 比白蝦高很多 你講到白蝦 那為什麼有些人喜歡吃泰國蝦 有些人喜歡吃白蝦 或是炒蝦 泰國蝦的話它是淡水養殖 所以它的肉會比較 就是它不會有甜味 因為它淡水它都沒有梨子 所以它白蝦之所以會甜甜的 是因為它有梨子 所以它有滲透藥的關係 所以它才會太甜甜的 但是泰國蝦它沒有 所以它泰國蝦的話 它就會比較蠢的味道 就是比較沒有甜甜的味道 所以它任何的料理其實都適合 但白蝦的話會帶一點甜味 所以你如果會 如果太鹹的話 它就味道會比較衝突一點點 可是看客人口味 所以簡單講就是泰國蝦比較重料理 白蝦的話它清蒸就好吃就對 因為它甜甜的 它稍微帶甜味 難怪泰國蝦有這麼多料理的方式 因為泰國蝦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你賦一下什麼味道 它就會什麼味道 泰國蝦也比較大隻 大家台灣人就是比較 肉多吃起來比較過分 大家比較喜歡吃大隻的 泰國蝦也很多人喜歡吃頭 因為白蝦的頭就小小的 但泰國蝦的頭很大 蝦膏很多 有時候它就遇到紅頭 我知道而且拔蝦個很累 所以如果肉多的話 拔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累 吃得多嘛對不對 可以叫男朋友幫你拔 我們就來講你們的餐廳 那三年前為什麼你們決定要開餐廳 因為我們那三年前的時候 因為我們其實每年蝦子 都會有分產銷的淡季跟網季 可是如果我們遇到淡季的話 我們蝦子就會出不出去 有時候盤上就要排很久 有時候排一個月兩個月 可是我們蝦子 你沒有抓蝦子它也不會 就是它到了那個大小 它長大速度就會變很慢 所以你不抓的話也是浪費飼料 對啊 而且你續養就是個風險 對啊 所以我們後來那時候想說 不然就開個餐廳自己推廣看看這樣 好那開餐廳就要學料理啊 你們是一開始就自己摸索 還是直接就找個廚師來 我們剛開始的話 我們因緣際會下 我認識一個餐飲顧問 叫做阿海娜 盧雅阿海娜 我們後來就請他們幫我們服務 在我們餐廳 所以我們菜色是有設計過的 我們菜色的話 一方面我們有兼顧傳統的胡椒蝦 或是鹽烤蝦那種比較傳統的 第二個我們有創新的料理 像是我們用蔬炸的整隻可以吃的軟殼蝦 第二個就是我們有加入當地的特產 就是那個檸檬 我們生產檸檬嘛 所以我們的檸檬蝦也有 但是我們檸檬蝦有別於其他檸檬蝦 我們會有帶點粉紅色的顏色 我們還有結合當地的特產 像是我們九乳梨港這邊盛產鱉 所以我們有做十全蝦鱉鍋 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不能只賣泰國蝦 就是要變成海鮮料理就對了 對啦 但是我們有結合一下當地的特產 像我們產鱉啊或是產什麼龍膽石斑啊 龍虎人跟龍膽石斑 像是屏東也盛產龍虎石斑類的 還有鱸魚啊 我們都會結合一下屏東的特產下去做料理 這三年口味有沒有進行一些比較大的調整 就是你們預期的跟後來客人吃到的不一樣 然後又換菜單 有啊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啊 我們菜單全部都是蝦子 啊客人就會抗議說 妹妹你們這樣這個蝦子 因為有些 因為他們其實一桌來 有些客人是不吃蝦的 他們只是來陪蹭的 他們根本不知道吃什麼 因為我菜單蝦子 就是全部都是蝦子 後來我們就添加了比較多的副菜 因為我們剛開始我們兩個其實也不是餐飲出身的 所以我們其實剛開始也是非常的混亂 所以你們本來要標榜你們都是賣蝦的特色 後來才發現不能夠跟市場對抗 對啊 因為一家人來大家吃的東西不一樣 有些會對蝦過敏的話 就是他也是不能吃 啊不然就是有些吃素食的 對啊 所以後來就變成海鮮餐廳 大概是這個意思 但是蝦還是大眾就對了 對啊 所以你自己生產的蝦來這邊自己料理 是不是相對你們成本就比別人低 會低 但是我們有蝦子的特色就是我們會有多一層海水SPA的特色 所以我們蝦子會多續養三天 而且是用海水續養 因為泰國蝦它本身是淡水的 但是它孵化的時候 它會在海水中做孵化動作 它苗孵化在海水中才會長大 它如果沒有海水 像是我們辭職為什麼苗不會自己長大 我們一定要去買苗 就是因為它要用海水才會孵化 我們那時候我孵孵蝦子的時候 剛好發現那個蝦母在海水中特別好吃 所以我們進餐廳的蝦子也都會去過海水 過三天就對了 對我們過三天的海水 所以這個就是你們美味的秘密 對 那現在是大家都知道了嗎 養蝦的人都知道 大部分都知道 可是我們沒有人模仿 是因為我們這一層的成本很高 大家不想投入 因為我們第一個就是要有專門的續養池 而且這續養池的面積要不小 因為我們在續養池的面積我們打到一分左右 是續養池而已 不是養殖 是續養池而已 達到一分左右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們每一匹蝦子上來之後 全部都要先進續養池 對 三天再上來 對 第二個就是因為續養過程中 也容易產生死亡或是生病的現象 因為總是我們在那邊更密集的續養 第二個就是因為我們加海水 所以它跟它原本的環境不一樣 所以一定會有一定的風險 折損也會比較高 所以最好是不是就是趕快長大趕快賣掉 那個是風險最低 可是它就可能比較難吃就對了 不是比較難吃 我們續養的蝦子的話就是因為我們海水 因為我們是有練參考白蝦的理論 就是我們用海水去刺激它 所以我們的它的蝦頭會完全排泄是乾淨的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蝦肉會帶點甜味 而且不要緊實 因為任何海水中有離脂的關係 對啊 那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一般的養殖業者都是 東西趕快賣掉最好嗎 風險最低嗎 因為只要你貨在手上它就有風險嗎 對啦 大部分的蝦子不會經過這一道 這是我們特別去研發的 所以也不是說他們不敢經過這道 就是我們比較特別這樣 就是你們的考量就對了 對我們想說讓消費者吃到最乾淨的 因為其實泰國蝦大部分人都喜歡吃頭 但是你如果頭又不乾淨的話 吃了就覺得沒有意義 因為他們只要把頭剝掉就丟掉了 那不會吃的人真的吃得出來差別嗎 還是一定要會吃的人才知道差別 大部分人吃了都會有點感覺 有時候吃習慣 他們覺得沒有差的人就覺得還好 但是如果大部分人都會有點乾淨 因為我們頭吃起來真的都完全幾乎是乾淨的 對啊 很多人很會吸頭 大部分都會 但是小部分人不會 有些人不吃頭的 那你們這樣過一遍之後 或是他的頭看起來會比較乾淨 就沒有那種黑黑的嗎 對啊 他裡面的話就比較沒有飼料味 比較不會有藻類的味道 因為我們三天進去裡面我們是不會死的 所以第一個是用斷食法 他那些代謝幾乎都代謝光 加上離脂的促進 他幾乎都沒有什麼東西 他除了殘殺同伴以外 其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所以這樣子到目前為止 算是你們轉型非常成功對不對 從養醫職業又跨了餐飲業 我們轉型是有轉過來 但是成不成功 其實還取決客人 因為客人其實 來來去去啦 還是希望大家多多捧場我們 至少到目前都穩定吧 算穩定啦 還在逐步在成長這樣 所以南部吃海鮮不能夠只拼價錢對不對 就是要看起來很澎湃 價錢又很便宜 是不是很多人就會看那個照片 就會一窩蜂跑去這家餐廳 不能講說我們是最便宜的 因為其實我們多彈照手續真的 帶給我們的成本也相當的高 我們會盡量給客人最能接受的範圍數字 還有價格這樣子 最後講你個人 這個你算是第三代接班 那現在是完全你做主嗎 還是你跟父親有時候還是要溝通協調 也是會啊 因為那時候 我們剛開始三十的時候 我父親蠻挺我們做這一塊的 所以我們剛開始現在做 因為我們畢竟還年輕嘛 我們畢竟才才三十多 有時候我們我爸有時候來也是會給我們一些建議啊 然後我們養殖上也會互相的討論 因為其實我覺得互相的討論才會成長 因為有時候每天做一樣的事情 也不知道自己哪裡做錯 可能會有一些盲點 對啊 錯的一直做下去 對啊 你個人時間怎麼規劃 你需要跑養殖場嗎 會啊也是會跑 因為我們早上還畢竟還是都要尋尋蝦子 因為我們蝦子我們雖然有 因為我有跟我一個同學合作 因為他就是跟我已經跟我大概五年了 所以他大部分工作都會幫我們 就是會養蝦那些 但是我們尋尋啊抓蝦那些都還是要自己來 所以一般餐廳不是一早就要趕快進餐廳 開始備料了嗎 你們還要尋尋喔 備料的話我們有請師傅啊 所以我們大概九十點才會進餐廳這樣 所以你剛講五六點就要去尋喔 清晨喔 我們就要去尋一下 為什麼要這麼早 第一個早上比較涼 哈哈哈哈 比較不容易 第二個的話 因為時間的安排上障會比較合 就是比較順啊 就是天一亮就要趕快看看有沒有狀況 如果有狀況就要趕快應變 在那五六點那時候看是最準的 因為那時候剛好是剛好快要天亮 那時候熔陽是最低的 所以如果蝦子有狀況 那時候狀況就是那時候如果缺氧的話 那時候會最明顯 那蝦子缺氧是冰斗還是浮上 他們會第一個最明天的車程 蝦子會容易全部都浮在上面 然後全部都靠岸邊 就是吸氧就對 氧氣不夠 那養殖池裡需要什麼機器在運作 是固定的打氣嗎 我們是用水車啦 我們有固定走水車 我們也是走定時的 除非如果打雷那些才要特別看 不然大部分都會自己走 有些養魚葉還要用所謂的定溫的 你們需要嗎 蝦子有這麼怕它嗎 平東很熱啦 所以不至於要定溫 冬天也不至於要定溫的 但是就是冬天的水我們會加高一點點 就讓它裡面的保溫效果比較好一點 就是它溫度如果皺降的話也不會那麼快 水溫也不會降那麼快 水位拉高 它水溫如果降的話也不會降那麼快 我懂水越多降溫就不會降那麼快 就這樣因為寒流有時候很快 它有時候馬隔天就降了五度六度了 所以你就是用水溫高低來調整就對了 冬天水溫水位就要整個提高 提高一點 那它溫度降下來的時候 它不會馬上水溫就降那麼快 因為有時候下降會溫差太大 它會受不太涼 這樣聽起來好像養蝦是風險比養魚還要低一點 養魚我們常常看到那個寒流過去 尤其虱目魚 一過去就一大堆虱目魚死光光 因為它們虱目魚養在它們都比較冷的地方 虱目魚大部分都養在海邊 像七谷啊 吳雲林那邊 可是它們那邊一定很冷 因為它們那邊直接是海風 我們這邊還有1.3 我們這邊還有大五山擋著 那是不是自然風險高 它的利潤可能就會高 是不是這樣可以這樣講 也不是這麼說 因為蝦子它本身就比於難養一點點 說真的 像白蝦的價格就會比魚高 泰國蝦就會比魚高這樣 其實養蝦的技術難度會比魚高一點點 然後它利潤會不會高一點點 會 會高一點點 所以應該都平衡的嘛 好養就大家搶 而且蝦子的市場比較穩定 泰國蝦市場它是穩定 就是一年四季幾乎都是一樣的 除了今年以外 其實一年四季都是一樣的 我們魚的市場沒有 魚有時候上下差了個幾百塊 有時候一百多這樣再差 很像那個菜那個颱風過境 颱風一過那個菜就大漲 或者是怎麼樣 像他們魚的話冬天就比較高 夏天就會比較低 可是我們泰國現在沒有 我們泰國現在都是一樣的 好你們未來有什麼規劃 因為我們園區以餐廳為準 所以我們有想要擴建旁邊的做一些導覽的部分 讓私域結合啊 就是食與文化結合這樣 很私域教育啦 就放一點養殖場 然後可以導覽 然後介紹養蝦的一些技巧 或是結合一些小農做擺攤的動作這樣 推廣一下當地的物產 因為你們園區夠大 所以還可以充分的利用對不對 有想要做這一方面的推廣 好那屏東也有很多水果啊 那有沒有果農來跟你們合作 希望你們把它水果入彩 因為其實你們產量夠 大部分都檸檬比較多 我們最近有在推廣酪梨 屏東那個有一個 單位有拜託我們幫他推廣酪梨 所以我們有在做酪梨跟蝦子的結合 就還在嘗試 有我們已經辦過活動 我們8月底有第二場 已經成功了就對了 我已經辦過一次場 後來他就跟我說我們合作不錯 又辦第二場在8月底 所以什麼水果都可能可以嘗試對不對 我們之前也有嘗試過芋頭 芋頭蝦 芋頭蝦或是那個 芒果蝦 芒果是沒有 因為芒果太甜了 所以很難 入菜的話要思考一下 所以經營餐廳跟養殖還是蠻挑戰的 因為兩個都算比較 就是工作量比較大的工作 所以理論上餐廳應該比較穩定一點 不一定 有時候也有大小月之分 你是只像疫情這樣 就很嚴重 我們也參加過兩年多的疫情 對阿 好跟不好有時候嚴重的時候 就真的沒有可能 對阿因為養殖既然在戶外 它可能就有天災人禍阿 所以是不是養殖的話 自然風險會高 養殖我們也遇到疫情阿 養殖我們那時候疫情的時候 沒有人買是不是 對完全盤上完全不收 我們餐廳又停擺 是因為價錢高嗎 所以大家吃不下去 不是不是 是那時候疫情的時候餐廳沒有人阿 阿大盤就沒有收下了 喔 所以收盤的可能也是要出給餐廳 對阿 阿你釣蝦場也沒有人阿 反正就是環環相扣就對了 阿我們那時候蝦子也都賣不出去 疫情兩次吧 遇到兩次 那蝦子賣不掉怎麼辦 我們就是走宅配 可是還是有限吧 因為宅配的成本高阿 一般消費者也不想 去年的話是它下價跌到很低 就是因為那時候整個盤 盤完全沒有人在收蝦子 就是盤上完全停止 所以後來就養殖屋自己賣 所以把價格炒得很低 那時候我們就也有在自己脫收 因為太多了 我們家是在太多 因為我們會為了供應餐廳 因為我們餐廳是一年四季都要有蝦子 因為我們沒有在休息的 對 我們除了週一公休 一整年都沒有在休息的 所以我們蝦子很大片 所以我們自銷的時候也很多的蝦子 就是低價把它摘配掉 我們那時候最後請網紅阿 幫我們賣 還有詹姆斯也幫我們蠻多的 欸就是直播帶貨那種嗎 對啊 有新團購主 反正可以想辦法都用上了 你自己有沒有上直播 有阿 因為你懂最多阿 你更能夠講得更仔細 他們也是會跟我們問阿 有時候直播主阿 不然就拜託直播主 阿不然就是拜託網紅 阿那時候剛好跟詹姆斯合作 阿詹姆斯有幫我們拖一點 所以就熬過了嗎 就熬過去阿 今年的疫情也有 也就是我們內用就是暫停 但是我們有開外帶 可是至少這兩個月有好轉的嗎 有啦這兩個月有好一點 他有開就是他開放內用後就好很多了 所以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對不對 你對你們的家族事業 還能夠第四第五一直傳承下去 對啊 其實養蝦也希望很多年年輕人投入這個行業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已經第三 就是他們養殖到已經都已經有點年紀了 都已經六七十歲了還在養 而且又二子女兒又不回來接 所以有時候這個行業也是 也會面臨到有斷層的問題 養蝦需要苦力活嗎 對 要勞動嗎 對啊那很多苦力活 而且很熱 屏東真的很熱 主要是戶外 對啊很熱 那最後蝦子怎麼撈起來 是用網子這樣撒下去嗎 我們會專門那種蝦工 他們就是我們會清晨的時候下去補牢 我們是用超大的網子整齒這樣撈 就是整排掃過去全部都撈上來 跟羽的有點相似 但是網子的網目不太一樣 網文不一樣 網路網目那個大小不太一樣 好謝謝怡化 謝謝謝謝